到了沈阳先不要进城 去东北大学找到洪生 让组织上安排你们所有的一切 千万不要自己擅自行动 这是一张满铁支援的优待火车票 是你妈妈给我的 给了我那您呢 我还有 如果遇到什么麻烦的话 你就告诉他们 你父亲是满铁的支援 我不想提起他 傻孩子 这样能保护你 但愿不会遇见什么麻烦吧 千万要注意安全 好了 去吧 放心吧 姑姑 还得加强训练 把队伍给我带好了 报告 报告 报告四六 从沈阳那边开过三列日本人的火车 说是要给少帅送礼的 停在沟邦等 带队的是河本大座 让我们放心说要见见 三列火车的礼 我们收广东区 连将凡席 和特务机关长出黑眼闲牙的委托 把江雪梁将军东北的全部加到 从银行存款到大小家居 包括国瓦票盆 已经派了专人专号 准备给他送完北平 同时全部加满了三列火车 请放心 我刚刚少帅通过电话 少帅说了 都拉回去吧 不乐意拉 就把他卸在站台上 烧了 无事理 小帅一定是误会我们的意思了 小帅和本将凡席很早就是朋友了 本将凡席还从担任过老帅的珍惜顾问 这次准备这些东西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要是老交信家人 送一些你们用惯了的东西 生活箱可以方便些 少帅没有误会你们的意思 少帅的原话 你转告给本张凡 我的家都没了 剩那些过案条棚干什么用啊 要送 就送回我家里去 该怎么摆 还给我摆好了 我要用 等我打回家里的时候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要还 就还我东三省 你们居然在千里之外 但是请记住 用不了多久 这里的一切 都将掌握在我们大里被还军的手中 其实 龟军要想从起地经过 恐怕 也要经过我们的允许 所以 语言方便 语句方便 请你们好好考虑 护本先生 还真他妈的懂礼貌啊 你们日本人不是罪奖礼节吗 今天这礼节算是蒋到家了 占了我们的房子 拿了我们的东西 还得让我们说声谢谢 河本先生 中国有句话 做人别太狂妄 别得寸矜持 赶明个少帅一声令下 我们就好好送你们回老家 好 那 我们就等下 上车 多岁 福田先生 你还记得我吗 记咋 记咋 正式在下 亲养姓 你不是给政府工作的吗 还不都是因为张作霖哪 我对他们张政府 那是有不共盖天之处 黄军储掉了张作霖 赶走了张雀梁 我举双手赞成 双手拥护 好 很好 很好 福田先生 听说黄军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您看我 您 您看 能给我安排个什么位置 好 我马上向本庄司令官推荐您 好 好软 你饿不饿 妈给你做饭去 妈 你别忙了 我呀 有事跟你说 来 你先坐 妈 我今天要告诉你这件事 东北大学啊 已经成为流氓大学了 组织上呢 要派我回北平 我这两天就得走 你要去北平 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 我会的妈 妈 您对现在的时局 有什么看法吗 能有什么看法呀 我们也不能左右执政者的意愿 妈 你现在也看见了 日军 在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 完全控制了东北 而国民政府呢 做事不管 妈您说 有这样的政府跟政党 百姓能不遭殃吗 共产党 共产党不一样啊 共产党 他愿意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为百姓谋幸福啊 宏如 当年妈妈 把你留在广州 就是希望 你能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但没想到 妈 我知道 我知道您是国民党党员 可现在国民党呢 对日军是毫无行动 更可耻的是 他还镇压爱国运动 逮捕爱国学生 而共产党 共产党已经发表宣言 严厉谴责日军 在东北的侵略行为 并且呢 在东北已经开展了工作 妈 我知道 您跟其他的国民党员啊 不一样 你是真心希望 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 共产党里 全是像你这样 为国家 为人民做事的人 妈 您的情况 我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 我今天来呢 就是代表组织 希望您加入 从事实上 引起他 一点 离子 之后 adopt in 家 家 走 跟我会一会以前的几个老朋友 报告局长 门锁了 把门踹开 走 报告局长 里边没人 报告局长 屋里没人 报告局长 发现一个邻居 唐子义一家人哪 有些日子没见了 这年头兵黄马乱的 我们也不知道他躲哪儿去了 有可能躲到乡下去了吗 走 好了 何尝他跑不了庙 来啊 把汤子义家的东西 全部成功 是 是 少爷 这今天的报纸啊 登了柳条湖爆炸现场的照片 上面死那些中国军人 不会是您上次让我找那些短工吧 那你说什么呢 怎么会呢 我想也不会 就是吧 这事情真够错巧的 您说这福田 早晨把人拉走了 这晚上就出了柳条湖事件 要真是那样的话呀 我们可就不仅仅是帮凶了 我们连祖宗就对不起哦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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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原来是齐一袋人 叶大少爷 搜 你妹夫是张学良身边的要员 你妹妹是老革命的 我还听说你女儿 屡次的参加抗日排日活动 所事意的在培评 我是鞭长莫及 但是把你妹妹 和女儿交出来吧 江星 我发现你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 难道你不知道 我同我妹妹早就是形同水火 肃无往来了吗 那你女儿呢 齐大人 我们家少爷也正为找不着女儿而犯愁呢 报告机长 没有收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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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走啊 什么什么东西 我就早就看出来了 这姓齐的 这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他明显着要给您一个下马威啊 您可真的以后提防点他 这日本人现在占领了群神啊 您是立下个汉马功劳的呀 怎么让这姓齐子抢了头功了 这口气您也按得下去吗 我跟你说 他气氧性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得出去一下 您去哪儿啊 我去给关东军推荐张学成 挤走这个臭名昭著的气氧性 这张学成不是在天津吗 是啊 他本来是在天津隐居的 可是他现在回来了 你想想 我去向关东军的总司令 本庄凡 推荐一个姓张的 学字辈的 来收拾东北的谈局 他气氧性 还敢碰我吗 是不是医师 赶紧给我备车 来 张学成 对 张学成 他是张作霖二哥的长子 也就是张学良的堂弟 这个人自幼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长大 二十几岁就当了旅长 在别人眼里张学成可谓是年轻才俊呢 可那个时候张学良已经是军团长了 张学成心里不舒服 借口出去历历 就跑到了山东 在张宗昌手下当了个师长 张作霖死后 张学良让张学成回到东北 他不肯回来 后来张宗昌被蒋介石击溃 这个张学成 又投靠了石友三 这石友三 在明拜之后 不是被他的部下我埋了吗 对呀 可是石友三生前 曾经让张学成去大连同咱们日本人联系过呀 要共同反对张学良 你想想 这是多好的弟子呀 这个人 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在天津云居的 九月十八号以后 张家人全部都逃离了沈阳 张学成的母亲 还有他的弟妹 也去了天津 可张学成 却从天津回来了 你想想 这个时候 何本军 去给关东军的总司令 本庄凡 推荐一个姓张的 学子辈的 来收拾东北的残局 那是不是 何本军在 本庄凡总司令心目当中的位置 会大大的提高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夜嫂 您所推荐的人 是我们 打理本庄要的人才 我一定 会在本庄凡席面前 打理举荐的 好 好 何本军 您见到 本庄凡司令 还请您替我转他 我对他 崇高的敬意 哈哈哈哈 放心吧 夜嫂 只要 本庄凡司令 启用张学成 那 你就是推荐人 也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打日本皇军 也是会给你赏气的 哎呦呦 不敢求赏 不敢求赏 能为大日本黄金效力 是我叶清凌莫大的荣幸 哈哈哈哈 妈 妈 你找我有事啊 你还记得你前两天问我 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 记得 这几天呢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国民政府不顾民族安慰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 接二连三的派系斗争 把中国搞得四分五雷 所以 我决定退出国民党 加入你们共产党 真的 妈 太好了 妈 我代表党组织欢迎你来加入 张学良是个糊涂虫子 我和他从小撒尿活泥一起玩大 我还不知道他 他当了东北军的司令 那就因为他是我三叔的儿子 我是我三叔的侄子 要是换个个给我提鞋 我都嫌他笨 现在 跑到北平 当他妈蒋介石的跟屁虫去了 那关东军司令本庄凡先生 那是看中我 让我当这个 东北自卫军的总司令 我张学成一定接近全力 为黄军保镜安民 效全马之力 谢谢 王雨哲 知道吧 奉天北大营 第七旅的旅长 还有黄显生 奉天警察局长 那都退到锦州了 黄军 我们正在北边哈尔滨啊 齐齐哈尔那边作战 我们既然是东北自卫军 就得干出个样子 给黄军看看 我的意思是 大家赶紧招兵买马 对 这一带原来就出胡子 还有那个谁 被黄显生打死那个 亲日的林印青 他也有些打散了的队伍 收编 我打算 先等成八个支队 十八个旅 这都是印好的伪人状 放 我要揭齐西进 与锦州的东北军残部 炮火相见 走 张司令 您只要站在阵前 喊上两句话 表明您的身份 我相信 对面的人 是不敢开枪打您的 走 给我 你们听着 我是张学成 现在是东北自卫军的总资料 我的堂兄张学良不要你们了 我要你们 快过来吧 跟着我干 我们不听蒋介石的了 那个麻烦的东北自治 跟随大帅打天下的弟兄们 快过来 你看清的是他吗 是的 蒋哥 你认准了 认准了 我在帅副当侍卫的时候 眼瞅着这小子长大的 有喘气的吗 你去死人啊 妈妈 这事还难办 你们听着 我是张学成 现在是东北自卫军的总资料 我的堂兄张学良不要你们了 二哥瞅瞅吧 我要你们了 我让你们了 快过来吧 跟着我干 我们他们不听蒋介石的了 那个不本人的事 张学成功那么大 还没警示呢 跟随大帅打天下的弟兄们 看这思绪大帅的帅子 今天饶得不死 我不是的 开帽 跑 超油 特别小的 正好 检桑 不要 你看 这要是把张思练打死了 他也没法交代啊 喝吧 快追 快追 静止手机 好 胡粗 本司令又少 张思练真是神用啊 他们遇上张思练 那就是耗子遇上猫啊 好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司令 我们警察齐兵团 让张学成的自卫军 一通炮轰给轰回来了 我跟你说 不是打不过他 就因为张学成是大帅的亲侄子 我们不敢开枪 司令 大帅让日本人给炸死了 这张学成又给日本人当餐门狗 不是 你说 只要等您命令一下 我往死了打他 绝对不能让他给张学成丢人 那您少说两句吧 我跟你三哥 也不是刚被他给打回来吗 我们还正规军呢 可你说这命令上 吴司令怎么下呀 张学成是谁 你不是不知道 那是大帅的二哥 张作福的儿子 张作福死得早 是大帅亲手把他养大了 咱们如果打死了张学成 就等于 断了张作福他们家这一支的血脉 再说 这张学成 也相当于是吴司令的职子 你说这命令 让吴司令怎么下呀 司令 那我就问一句话 张学成要是再进攻 您怎么说 该打还得打 就是啊 别把张学成给打死了 要是张学成亲自带队进攻 子弹可不张眼 张自依 我知道你小子早就变不住 老大 想让我送个口罩 你可一枪把张学成打死了事 啊 把了个怕死的 你们几个小子肚子里面放什么屁 我全去住 可吴司令 这仗确实没法打 还没开战呢 这张学成拎个破喇叭的 这钱都 吴司令 您也别为难 您是不是 去北平请示一下少帅 是得问问少帅 周禄山 到 你报告给黄先生 让他亲自去趟北平 问问 少帅到底啥意思 是啊 唐司令 到 你跟着一块去北平 我去北平干啥的 你在这我不放心 马上立前进城 去去去去 快去 是 五人一样 到 通知下去 再遇到张学成的部队 放几枪就跑 宁可撤退 别把他打死了 是 是 这个张学成 混蛋 把你的杯子也拿走 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风水轮流转 你替张学成立这些大工 这不又穿上这身黑皮了吗 你也不错呀 去了财政公署 这不 又有大把的油水可捞了吗 油水不油水都无所谓 对 但是我记住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朋友的 无意间手人一饼 不小心让人踢了一下 老混蛋 你等着 我倒是要看看 你的笔杆子 能不能斗过我的枪杆子 中共中央 中华苏埃亚共和国 中央共农革命委员会 连续的发表了几篇宣言 宣言中提到呢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918事变的罪恶目的 谴责蒋介石的卖国行径 号召民众啊 不要企图依靠国联 来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啊 放下屠刀 而是要 团结起来 武装起来 进行一场民族革命的解放战争 同时呢 中央特别要求我们满洲省委 加紧组织东北的反帝运动 加紧啊 在军队中的工作 建立呢 抗日移勇军 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 以沉重的打击 好 那我们要不要回东北 去做组织和发动群众的 抗日工作 啥时候回东北 啥时候回东北 大家先别着急 别着急 这个组织上呢 已经有了安排 我呀要先回东北 你们在这里呀 另有任务 什么任务啊 任务呀 我到时候会告诉大家 大哥 少帅咋说 张家人一直认为 张学成的所作所为 背叛了家族 背叛了国家 一定要严厉地惩治 以为先人在天之灵 行 有少帅这句话 张学成这回玩犊子了 这回少帅大义灭亲 看以后谁还敢当罕奸 那大哥就这样 我跟道路商马上回去 你儿子在北平 你不去看看 没那个功夫了 你有时间替我找找 你们搞这样的活动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大宝不用担心 这次我们组织了 流亡的东北学生 北平的学生 还有一些市民 一起游行 不是都说法不责众吗 况且 我们代表的是民意和民气 我想当局 那我们肯定也没办法 也对 现在社会各界呢 也都纷纷行动起来了 像宋行灵 何湘宁 蔡元培 等许多的国民党民主派 和爱国人士 也纷纷地要求政府抗日 像天津 上海 南京 这些地方的工人和学生 和各界的民众 他们纷纷上街游行 通电声讨日本侵略症 也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北平呢 也确实是不能了好 对 大伯 大家现在都在逼迫 蒋介石放弃先安内 后攘外的主张 要求国共合作 一致对外 您觉得 这个可行吗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呢 是大势所趋的 谁也不能违背名义 可现在蒋介石呢 还在奉行不抵抗的政策 尤其是尼尔伯姆的那个哥哥 他自从来到了北平之后啊 又抱上了蒋介石的那条大足腿 他现在负责北平九城之内的防务 他是坚决执行不抵抗的 专管爱国人士的游行抗议活动 所以呢 你们在做事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精神 要不然 要不然我没法向你附近交代 大伯 您就放心吧 这一次我们这么多人呢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不快主 中国人民不快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不快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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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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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走 快 走 皇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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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夜灵 皇上 夜灵 走 皇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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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放下我 放下我 快 快 好 走 皇上 夜灵 皇上 夜灵 夜灵我在这儿你不要害怕 夜灵 我知道 你在我旁边我什么都不怕了 对 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业 你不要害怕 没逮捕的同学们 回来救我们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不 夜灵 你不要把他没手去 你不要把他没手去 我放开他 我快回来的 我快没事了 夜灵 皇上 皇上 我ent 是 嗯 你 你有没有 可以 你 你 즘 我 你 你 达 我 那 离我 然后 所以我說,你們把我送錯地方了 那英雷要給你送到哪兒啊? 北平市政府 你想什麼呢? 把我送到靠著前線夜城 唐洪生 你叫誰呢? 不要再跟我撞了 你是東北大學流亡的學生 姓唐,叫唐洪生 是一個不好好上學的搗亂分子 是個共產黨吧? 我告訴你 在我們這裡 可殺過一個共產黨最大的頭頭 叫李大釗 說 你是不是沈陽人? 你的父親 是不是叫唐紫義? 跟你一起抓進來的那個女同學是誰 她叫什麼名字? 你說的誰我不知道 那那個一直喊你名字的人 是不是你的同黨啊? 你說我會不會告訴你 他再給我綁起來 好好松松驚慕 上!你們放開我! 你們放開我! 我真是要不扛人有這麼痛 還不 別放開 別放開 你糟糕 你們不能熬死 告訴他們 別一下子腫死了 留個活口 洪生被抓了 還有葉玲 一共四十多人 我知道了 這件事情呢 我會直接向少水請示 公主 你做什麼事情呢 我都不會阻攔你 但是 阿嬤得提醒你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嗎? 阿嬤 你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革命黨 當時 您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奮鬥的時候 懼怕我犧牲嗎? 從來沒有 但是 但是盡量避免無謂的犧牲 二次記住了 這什麼事 我阿嬤 就是 好 是的 也是 阿嬤 可是 我 小子 我问你 东北大学是谁创办的 张学良 你们东北大学校长呢 张学良 那你们还反对少帅 你要不傻 还用我告诉你 不是 我还真的傻 你让我明白明白 现在是拼死一战的时候了 可是你们这些军人 穿着军服 拿着枪 可还抵不上一个烧火的棍子 一枪不放 夹着尾巴跑到北平来 只会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 和民众逞强失灰 你们怎么就不问心自问一下 你们配得起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吗 国家养兵前手 用兵一时 可是日本人 攻占沈阳的时候 你们在哪儿 你们夹着尾巴跑了 你们夹着尾巴跑了 我都替你们害臊 你还舔着个脸在这儿来审问我 行 好 我跟你说 小子 你是真他妈像你爹 我跟你爹说过 这两座山遇不上 这两个人哪 肯定不碰手 好 同事长 做事准备 晚上秘密把他处决 这还没有口功呢 那什么理由啊 他是共产党啊 怎么着 你觉得这还不够啊 够够够够够够 准备好了 晚上 我来亲自送他上路 是啊 来来 坐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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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右边 你们在左边啊 走 要走了走了走了 快走快走 来来 快走啊